第一期之后我就没怎么见过小杰的脸 因为我是近视 第一期之后就没怎么见过他的脸 就是我看不见 你真的看不见啊 模糊的 那你在这个节目就是 看你看不清听也不是听得很懂 看你看不清听也不是听得很懂 说语言 听得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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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说 好了你最棒 哈哈哈哈 好了你最棒 有请我们最特别的原创助力嘉宾 陶子姐 钟申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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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老师好 谢谢 肖老师好 谢谢你们 哎呦好久不见 谢谢 请给我欢迎 周深请问你来干嘛 啊不是啊 是 你来这个节目是最主要的目的你觉得 作为歌手嘛 你刚好可以来这里跟很多人要歌 我们俩都是 是吗 我们俩不曾要歌就对了 开心 不管流程只要歌 对 哈哈哈 我会希望自己做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再录到cd里面 哎 喂 小语老师我特别喜欢您写的歌啊 所以就是以后如果写的歌超出您的音域 可以考虑丢给我 可以考虑丢给我 哈哈哈 因为我跟陶子姐私底下一直就说 我们不仅要来听歌 对对对 还要邀歌 就包括所有的唱歌 我五度就好 不要写太宽 谢谢 哈哈哈 作为歌手嘛 我觉得每个歌手都在等一首好的作品 所以我一直都是发自心底的很羡慕能够写歌的人 而且这个节目不仅是节目吸引我 更重要的是里面的成员非常吸引我 有好多都是我之前都已经耳熟能详的一些大咖 比如像马斯卡啊 孟会员 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好朋友 小诗 Ninky诗 有很多很多特别厉害的写歌人来到这里 所以我就很开心有机会来到这里 请各位起力 做你选择的那个颜色的沙发 正方你认为爱事长久陪伴 就选择橙色的沙发 反方爱事给予最好的条件 就选择蓝色沙发 请选择 我觉得突然想了一下 一夜暴富也是挺重要的 哈哈哈 好的 最后请大家赶快做决定 周深 周深不是说了 周深的是 我在这边 首先今天是用音乐去辩论嘛 然后音乐给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感觉这边 陪伴是一件特别辛苦 特别难过的一件事情 然后那边就感觉我松手之后 然后我拥有所谓的最好的条件之后 我很开心 但是便提是 什么是爱啊 你选择一个比较困难 愿意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可能更是爱吧 三 二 一 时间到 我们在这里也干脆一点 所有人起立 请选择 真的假的 这是最后的选择吗 我被蓝队这边说服 对 对 因为 因为有可能是因为 我自己平时唱的歌 可能也是比较唯美 比较婉转的东西 我可能听完那边 我需要很多解释 我去理解这首歌 所以但是刚才我听到这首 《不斗气的房间》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反省 原来爱是要互相理解 是要互相理解 是要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所以是这边的说服力 我觉得很强 停止投票 请起立 请 请 选择 我们两个一起选择这里 对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怎么样 畜生 对 你 又回来了 对 什么让你在这边犹豫不决 这边最后一首二重唱 给我特别意外的惊喜 然后尤其是他们两个人 有一个人是经常他的歌 刷我朋友圈的 孟慧元 我有个朋友 每天分享你的歌 然后有一个同学叫 邓建超对吧 我是因为这个节目 才认识了一个彻底 完完全全的新人 我没有想到他们两个 搭配出来的一首全新的歌 让我在我最喜欢的风格里面 不停地被感动感动 包括中间可能 一败天地 那个念白 我就不停地在起鸡皮疙瘩 所以我完全就是 没有办法忍住 就是 对 坐在这边 但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马斯卡 我们今天要先听一下 现在的入场的歌 然后选择两位 比较欣赏的 想跟他们合作的唱者 我小声都唱不过他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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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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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过的 对 已经唱过他一首歌 哈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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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你哪边 你哪边 我小的 二个 你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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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里 我哪里 哈哈 你也需要 关开 你哪里 我 什么 那 我 小声 这个歌 我 你哪里 我 你 孤雲长 似乎而渴望 这个也是我们的唱歌 踢完最后六强 第一个 劝选是孟慧云 我跟她的声音应该也挺搭 而且她写歌的概念也挺适合我的 而且刚才她那首歌《怎么了?》的歌词 其实就有一点点对话感 那想起能不能把这个对话感更放大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响曲 唐汉潇吧 因为我能够想象出来我跟孟慧云唱歌是什么样的状态 但我没有办法想到我唱唐汉潇的歌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想唱这一首歌 这世界很酷 哈喽猛兽营业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深 周深怎么会来到这个《这就是原创》的舞台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来到这个《这就是原创》的舞台 因为它已经是几乎算是唯一一个为创作人所搭建的一个平台 我觉得这个平台很珍贵啊 因为它会有很多新歌被大家去听到 也会很冒险 因为新歌来说就大家来说很不熟悉 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很美大 什么样的歌曲呢吸引你的注意 吸引我的注意的话更多会是比较有个性的音乐吧 因为更有个性的话我觉得会很不一样 所以会更吸引我一点点 但是最后发现自己循环歌单里面最多的还是一些抒情的歌 我的歌 没有了 就是回到后面我发现我们国人都会比较喜欢抒情一些的一些感情方面的歌 在演唱的时候会融入自己的感情吗 我想 没有什么好加入的 所以我就可能会更借助在电影方面 我平时在生活当中比较喜欢看电影 所以就会可能借助在电影里面的一些 当时让我感动到的细节啊 什么样的 微信聊天你最常说哪句话 我的好的说的非常多 我的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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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也很多 我的哈哈哈哈哈哈说的也很多 那我都晚安说的那好像不是很多 除非别人跟我说晚安 你最常用哪个表情包 白眼 啊啊啊啊啊啊OK就好的 演唱歌曲时会有自己的小怪癖吗 唱歌上就是我一定要吃米饭 唱歌之前我一定要吃米吃到饭 要不然我会没有力气唱歌 但是你看我也越来越胖了 如果我不吃米饭 而且具体到一定要吃米 我会没有力气唱歌 白天做音乐还是晚上做音乐 晚上 曾经唱到别人报警 哈哈哈哈 所以被被迫改到白天吧 哈哈哈哈 啊就是自己在家唱歌 但是歌音不太好 就会吵到别人 所以后面就是也就那一次啊 就改变过了 你觉得自己是杠精吗 杠精 我觉得我有点 但到现在也觉得 有时候就可能开个玩笑杠杠 也不会认真去杠 对于自黑想说什么 爱自黑证明你真的想要 哈哈哈 我真的很想长高 哈哈哈 对 这个话题 结束 身边的人会阻止你放飞自己吗 我也阻止不了自己放飞 就刚才在聊的时候就说 公司能够接受我这样去接受采访吗 我就说 没办法我就是那一匹 添浅的野马 辣也拉不住